人们对我装置作品印象最深刻的部分 往往是用睡布打结再连结成的结串 我很喜欢欣赏各种布的花样与质感 最开始的发展来自于我童年时 在做裁缝的母亲身旁玩睡布的经验 对我而言母亲会用布做成美丽的衣服 就像变魔术一样 所以当我成为一名艺术工作者 我开始想用我童年回忆中最亲切的梅材来做作品 驻地时的作品 我常以当地可取得的布材来制作睡布结串 作为一种关系连结的象征 借此连结物件 人与人或环境间的关系 作品成衣往事 装置在马祖后卧聚落 布材除了向当地民众募集之外 也透过工作坊的方式 与唐奇国小学生们一起完成 一起制作就医结串 展场外墙一整面如瀑布的结串 全都是用小朋友们的作品连结而成 最上方是幼儿园所打的结串 以游戏的方式教小朋友们认识布料的颜色与质感 往下连结了三到六年集生所打的结串外 由于旧意结串的制作 也与快时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关怀有关 而我也意识到马祖人的生活正受着海费的侵扰 所以这件作品我也使用了一些海费 我请小朋友在我所检实的浮标海费上 写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旧意故事 展场装置的形式 以当地人晒衣的形式呈现 装置所用的竹子 也是海滩上时得的海费 我将布节布置成连状 是一种地方上常用以区隔空间的方式 展场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物件 是此地铲颇接生后 帮小婴儿洗澡的小木盆 因此我在上面放置了幼儿衣服所做成的结串 人们也是从这一刻开始 第一次被布料包裹 人生从此开始与意料发生了关系 这个物件也让整体作品 因而别具异议 因而别具异议 我认为他的生命 因此 Faeng 鱼 主持人 punk